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森纳已经连续两个赛季无缘欧冠了 以前的那个争刺狂魔是否又回来呢? 以目前的阿森纳的实力来讲 与英超前三切尔西 利乌普 曼城 还是有不小的差距的 那么 比热刺 曼联如何 实力差距虽然小 但是 阿森纳本赛季还是不具备争夺英超前四的能力 别看奥巴梅杨跟姆西塔良状态不错 但是你别忘了 这两名球员加上鄂奇尔 虐才可以 一到硬仗的时候 就找不到人了 而在赛后 主教练埃梅里指出了球队缺点 总是习惯性掉链子 在最后时刻 丢了两个球 这在温格时代 就是阿森纳身上难以改掉的毛病 这 跟核心球员的特点有关 所以 指望这些人利拼英超前四 恐怕还是难了点 阿森小吃 猜猜着增加生命中的独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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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